畫面中兩名男子深夜 從新竹地方法院停車場走出 明顯可以看到他們走路十分不穩 在大馬路上搖搖晃晃 其中右方的男子一手拿起三角錐 直接往地上砸 這兩名外籍人士 不僅將地方法院的停車場砸門砸毀 還將兩輛小客車後照鏡砸斷 因為昨天接獲地院報案 他說他們的停車場的出入口 電子砸門招人破壞 發現涉案的兩名人員是外籍人士 根據了解 兩人是來台灣交出的外籍老師 時間後凌晨酒憨耳熱之際 從POP走出來 一路往地方法院方向走 接著跑到地方法院的停車場 大搞破壞 警方接獲報案後 立即調閱監視器 訓練把他們揪了出來 審問完畢之後 該兩名嫌疑人也坦承說 他們昨天喝醉酒了 所以會犯效這個錯誤 蘭拉轎車的車主 看到自己愛車被弄得傷痕累累 也自己的打算 向兩名外籍人士提告 地方法院表示 光是被弄斷的砸門 就要台幣6000元來修補 刑事的部分是不提出告出 那希望這兩位違法的 這個外國人士 能夠明示賠償我們這個損害 最近因為盜領ATM的案件 讓警方對外籍人士提高警覺 所見兩位外籍老師酒後 誤事並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選案在警方偵訊後依悔損罪 將他們移送偵辦 地方法院也打算 對他們提出閩事告訴 要求賠償損失 記者何孟謙 黃靜雯新竹報導 中天電視全身製作 強檔大戲美好年代